無缺 死了嗎? 你也想怎麼樣? 我想怎麼樣? 你們馬上都知道了 呵呵呵 花無缺死了 而且是被向小魚親手殺死的 呵呵呵 我實在太高興了 你莫非瘋了不存 呵呵呵 你知道我為什麼笑得這麼開心嗎? 你可知道花無缺是誰嗎? 他是誰? 告訴你 他還是江峰那個兒子 他本是小魚的門生兄弟 放 哈哈哈哈 我等了二十年 就是在等今天 等他們兄弟自向殘殺而死 直到今天 才能夠把這個命令說出來 我實在高興極了 痛快極 無論你怎麼說 我知道你會相信的 一定會相信的 你仔細想一想 就會發覺他們兩個人有多麼的相似 但是你再看看他們的眼睛 他們的鼻子 你可知道 我為什麼要逼他們兩個人動手嗎? 你可知道 我為什麼一定要花無缺 親手殺死小魚兒 你們本來一定想無通這道理 是嗎? 現在 你們雖然已經明白 哈哈哈哈 但是 卻已太遲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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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如此 難怪你要逼我們兩個決鬥了 你不是已經死了嗎? 這個 由我來說明好啦 我有門武功 叫龜西大法 可以屏住氣息好一陣子 這武功 若是拿來裝死神 就是姚月公主 你也看不出來的 所以 花公子都故意炸死 變成姚月公主不肯說出來的秘密 不錯 那不是這樣 我怎麼知道姚月就是我兄弟 而真的要被誤殺了 大哥 我早知道我們絕對不是天生的對頭 我們天生就應該是朋友 而且還是兄弟 惡地 太好了 這道理雖然簡單 但你當找得到 就非要乖乖受騙相當不可 哈哈哈哈 這武功雖然是我所創 但平時只是拿來嚇唬嚇唬人 沒想到真的奇蹟 連姚月公主都上當了不是嗎 哈哈哈哈哈哈 公子 你實在太壞了 事前都不跟我說一聲 我擔心死了啦 我有我不得已的苦衷 這事非要瞞過姚月連心不可 而我當時還不能完全確定清楚 你會不會告訴他們 我能理解公子的顧慮嗎 那難道公子現在就可以確定了嗎 嗯 為什麼 我很確定 你不但不會向他們說 就算我當面和兩位公主翻臉 你也會站在我這一邊的 那可不一定 我不一定會那麼好說話的 會的 只因為我們不只是很好很好的朋友而已 是嗎 公子 現在不是適合開玩笑的日子 鐵姑娘在生氣 公子 你快去安慰她吧 我在意的人就在身邊 又何必找她呢 公子 我 人家的願望並沒有這麼大 只是想 你娶到哪家幸運的姑娘時 我能做公子的小妾 我就很高興了 你沒有機會做小妾 別人也不會有 只因為 你可願意與我在一起 小女士說過 女人家被問到問題時 沒有說不願意 那就是 願意 你答應了 從今以後 我會好好疼惜你的 不讓你再受到任何傷害 何路 日後也會更加用心地服侍我的好夫君 我既是你的正妻 也是你的小妾 好嗎 好嗎 好男人 好男人 都死去哪了 小妾 我好想你 唉 那個花舞圈還蠻不錯的 桃花依舊在追尋一個完美的好男人 障礙症永遠都會厭遇 小妾啊 你真是沒良心的 想把我就在這裡 都不來找我 嗯哼哼 喂 除了九妹被那黑蜘蛛救走以外 都沒能夠咬關呢 怎麼辦 小聲點 只好大家故意放水 找個人來衝通一下吧 上天就要在慕容老太太的安排下 與一位武林私家弟子成婚 天天給對方起手 看過中途的人文風幾後 我突然又對人生感到希望了 我也是啊 只恨當年三心二意 現在 多少感到孤苦伶伶的 可要和我湊個樹 已經差不多嘛 後來都用海上仙 才能返回中途 最後連無名島都不再回去了 聽說那夜南天就在附近 這個地方不能呆啦 快走吧 就像小魚兒求情怎麼樣 夜南天不會放過我的 非走不可 中惡人力力不同 最後終於志向殘殺 進南路的死絕死盡 今天是少公主喜宴 大家就狂歡吧 太好了 從此以花工開放了古境 變成一個受歡迎的江湖門派 欸需要嗎 上好的名要喔 我們需要嗎 呵呵呵 有你就夠了 當然這個世界上還有一些 永遠也不會改變的人嘛 你也來了 你可以看到鐵心蘭 我這次來 只因為已答應過別人 到這裡來辦一件事 喔 你答應了誰啊 來辦什麼事呢 我答應了鐵心蘭 到這裡來告訴你們 他只想讓你知道 他算要你為他而死 可是他自己也早就準備陪著你死了 他還是要我把你們兩個人的屍體葬在一起 我知道他絕不會附我的 我早已知道 他的人陷在哪裡 他早已服下了毒藥 準備一死 都是你這小子害了他 我要你賠命 是我害了他 是我害了他 實在是太好 你這畜生 你笑什麼 莫說鐵心蘭只不過服下了一點毒藥 就算他將世上的毒藥全都吞下去 蘇姑娘也有法子能夠將他救治的 蘇姑娘 你說對不對 我本來也想讓你著急的 可是見了你這副樣子 我可不忍了 你快去吧 他就在那邊的樹下 現在只怕一塊醒來了 多謝 我也過去看看吧 那邊的地方很小 你過去就嫌太急了 太急 不錯 太急了 的確是太急了 的確是太急了 當鐵線上從沉睡中收醒時 讓法雪花火圈 就在身旁照料著她 不要說話 你好好休息 那麼 小玉兒呢 啊 沒事 我終於知道 我們是兄弟 我和小玉兒再也不用決鬥了 太好了 太難了 蘭 有一件事我想問你 你可願意和我一起回儀花宮去 還回去儀花宮做什麼 還記得燕南天比我們倆成親的那塊草地嗎 就到那邊去吧 現在正是時候了 不要用這種口氣跟我說話 回去決鬥 好啊 好啊 十八年前是這樣 十八年後又是這樣 蛙虎群 回去給我決鬥 不管你贏了 我輸了 我都會把這賤人還給你 快回去決鬥 還有一件事我要知道的 說 江小玉兒是我的什麼人 他是什麼人 他是你的敵人 殺了他 師父 你再說謊 我姓江 和小玉兒是同胞兄弟 對不對 這賤人 這賤人什麼都跟你說了 不是他 你忘了一件事 雖然當年這個秘密 只有你們兩個姐妹知道 但是還有一個在場的人 那個人雖然不知道你們的計謀 但是地上的一對雙胞胎 卻被他喬找了 事後看到你牆逼我和小玉兒決鬥 豈不是全明白了 如果你想找江別賀算帳 他就是躲在人群中穿著綠服的那一個 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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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 我不再叫你師父了 可 連心的喜悅完全寫在臉上 但是他便沒有回答 兩位師父 我去和江小雨究竟有什麼關係 決戰過後我自然會告訴你 兩位師父雖然不願意和我說 但我卻早也知道 江小雨以後我是兄弟 我也是輪生之度隊 你 你知道了 你在裝什麼算 這件事除了我 就只有你知道 我竟然沒有和他說 當然就跟你說的 不是他 那是誰 你說得出來嗎 十八年前 還有一個出賣我父母的人 你們忘了嗎 是了 我竟然忘了他在場 他應該想得出來的 這麼說來 這事全是真的 兩位師父 你們殺我父母 但又將我復原長大的恩寵 就是一筆勾銷 我卻從此和你們 再無干涉 再見 你說我走就走嗎 我白受餓死你的苦 哪裡就能救死罷手 我不能讓你和江小魚相場餓死 至少要親手殺死你 師父既如此無情 那你莫怪無缺了 我恨 我恨 我問天下所有的男人 我問天下所有的人 我問天下所有的人 是江峰嗎 不 我是無缺 風哥 是你來救我了嗎 風哥 我就要來見你 花月如和姐姐 再也不能把你搶走了 父親 父親 母親 我替你們報仇了 你們可以安息了 花五居和江小魚 的兄弟 兩個決鬥約定 自然延緬了 這位兄弟 十八年前 因上一代的冤仇而分離 現在卻因為拼死拼生死而相聚 世事難料有死 可慶一番 花五居替父母報仇 事事一事 在五零零 引起兩種疾病不同的看法 有人認為一律為師 終生為父 為生父母而殺養父母 豈不是矯枉過正 也有人認為花五居 竟然地發現 遙遠連心的秘密 終於能替父母報仇 實在該為他鼓掌叫好才是 絕大雙交會劇 連心 遙遠連心輔助 從此後來傳出這對兄弟 奇特的遭遇 他本是小魚兒的孪生兄弟 小魚兒死了 小魚兒死了 花五居 我要你償命 放 我等了二十年 就是在等今天 等他們兄弟自相殘殺而死 直到今天 才能夠把這個秘密說出來 我實在高興極了 痛快極了 不論你怎麼說 我知道你會相信的 一定會相信的 你仔細想一想 就會發覺他們兩個人有多麼的相似 你在看看他們的眼睛 他們的鼻子 你可知道 你可知道 我為什麼要逼他們兩個人動手嗎 你可知道 我為什麼一定要花五居 親手殺死小魚兒 你們本來一定想不通這道理 是嗎 現在 你們雖然已經明白 但是 卻已太遲了 你自己殺死了你自己的兄弟 你還有什麼話說 現在 你的時候已到了 你還等什麼 姚月狂笑 大聲得意的笑 彷彿要把這二十年來的怨氣 都一笑而出 他實在太高興了 夜南天雖然有千百萬個理由 要找姚月動手 但是一想到他地上這對兄弟之時 多少與他的立足 報仇有關 他就一點力氣也死不出來 更別說要找姚月復仇了 姚月離了二十年 預舉復仇成功之時 迅速傳佩武林 人們一方面為姚月傳幾次的復仇 所證盡 另一方面 任 將小魚 花五居這 這對兄弟的遭遇 有所感嘆 將家學了後 再也沒有人找姚月報仇 則是向那些 為姚家兄弟不幸落淚的人 繼續傳統著這個 長打十八里的復仇故事 好這都是兄弟相場的結局 這邊的劇情跟 加小魚 路線的兄弟相場的結局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好 你自己殺死你自己兄弟 你還有什麼話說 哇 哇 好 原來如此 難怪你要比我們兩個決鬥 你不是已經死了嗎 這由我來說明好了 我有門武功叫鬼西大法 給屏住氣息好一陣子 這武功是拿來裝死的時 就是姚月公主你也看不出來的 所以 花公子就故意炸死 變成姚月公主不敢說出來的秘密 不錯 若不是這樣 我只能知道姚小魚就是我兄弟 而真的要被誤殺了 大哥 我就知道我們不是天生的對頭 我們天生就應該是朋友 而且是兄弟 二弟 太好了 這道理雖然簡單 但你當找得到 就非要乖乖受騙 相當不可 啊啊啊 這武功雖然我所創 但平時我只是拿來嚇唬嚇唬人的 沒想到有這種奇笑 這姚月公主都上當了 不是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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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姜月薛和姜小魚在江峰花月奴死後20年 終於以巧技破腰月說出真相 認了兄弟 在以後的日子中 兩人沒想起第一次在兒眠 見面的種種 都不禁感到慶幸 幸好每次兩人都要互相殘殺時 總會有特別的人 特別的事 或自己心中的堅持來阻止 而便明掉一場悲劇 其中鐵心蘭 是他們最該感謝的對象 如果沒有鐵心蘭 江小魚已死在花骨蝦所下 如果沒有鐵心蘭 花骨蝦早會死在燕南天手下 但是 鐵心蘭現在在哪裡 他們幾度為他爭鋒吃醋 為他甚至怨恨對方 如今誰有沒有得到鐵心蘭的心 回想起來 當臉少畢竟是 狂擁聰明的頭腦 卻比不過感情用事的鐵心蘭 為什麼他竟可以不顧一切來救他們 而他們 卻還是辜負了他 鐵心蘭 謝謝你 好這個是 單純的兄弟相認結局 好 這樣太不盡情你了吧 既是歸奇多言無異 啊 花公子 哦 花少俠 你們認識嗎 這兩位是木龍四家的木龍三三 與木龍霜 這兩位是耳梅的神奇道長 不知道發生何事 總共是誤會吧 沒什麼 這兩位木龍四家的女俠想要到後山禁定 被我請了出來 花公子 我們只不過上山來賞景 你做什麼事啊 這鵝眉山又不是你家的 而梅派向了莫守成龜 之前在插臉弄到劍邪方休 這次要快點解決了 兩位姑娘走錯方向了 讓後山裡見之光木 凹不可看之處 道長記得要告知兩位 口氣急了些 道長 我可有說錯 恩 不算錯啦 恩 這次看在你的面子上 兩位木龍姑娘 這裡竟然有無常可觀之處 可否與我一同下山 讓花某帶回作動 花公子客氣了 這是本和花公子的無關 我姐妹倆下山就是了 就慢你一次戰吧 多謝兩位姑娘 這位花公子看來有些進步 不是當初被薑筆喝片 那般不適人情 花公子 多謝你幫忙 一萬二喔 好這樣就可以了 我是無缺 風哥 是你來見我了嗎 風哥 我就要來見你了 花月爐和姐姐 再也不能把你搶走了 父親 母親 我替你們報仇了 你們可以安息了 這次走訓結束了 二弟 我們趕快就 痛快的喝一杯 我們何止要喝上一杯 就是要把我整家酒店喝垮 這酒也是非喝不可了 只是我沒想到 我就能夠找出真相 唉 看到了這個天下 定音聰明人的外號 要讓給你了 可不是嗎 花公子文武玄才 連大事之際 還如此激之過人 是我們姐妹從前看走眼了 只要花公子沉蒙不氣 願意和我們姐妹交個朋友 就算再晚都不閒遲 兩位姑娘 太太愛她 花魔了 唉呀 瞧你這幫妙記 一死 救人月亮和交朋友 看來我嫉妒得要命啊 不過話說回來 兩位姑娘 難道不怕你們的丈夫吃醋嗎 慕容世家 以下重視五雲人的身外 也是家事 花公子出自以花公 甚至過人 剛才那一照 可是蟲子天下文明 這兩方面都比我們的丈夫 來得強 我們和花公子交交朋友 他們沒有什麼好吃處的 不錯 要讓花公子這幫人才 人才交往 是我們姐妹兩個榮幸 這是能讓慕容世家生命 更勝的好事 就是連老太太也會贊成的 讓我們兩個 非常不會不服氣 還會大力促成 花公子 無需擔心 這 把把把把把把 今天的風頭 全可以搶去了 我看這酒 夠兩下再喝你喝吧 今天 我要是不失趣的 留下來 慕容世家的兩位姑娘 不會來熬過我呢 花公子 連小悠爾都這樣說了 你要不陪我去喝兩杯嗎 是啊 我們兩個人 這樣誠心誠意的邀請你 花公子 你可不能拒絕唷 你可不能拒絕唷 算命的說我有女爛 一點都不準 是花無缺啦 二弟 幫幫幫忙吧 世間禍福總有報 大哥 你就自求多福吧 哈哈哈哈 好 這邊跟應親講話 阿公子 你果然應約上五兩三了 喔 我上五兩三來 是半生玄珍道長的 不用不好意思嗎 一親姑娘 我想 少年人不用太心解 等到你事業猶神的時候 我會不給點頭嗎 道長 我的意思是 我了解我了解 會員少卿狂過 怎麼不明白 你和江小魚要決鬥一次 傳遍狐靈了 只要你能一戰而勝 冥陽庭 冥陽庭下 有什麼不好談的 是啊 在這段期間你不會冷暖 不會去打擾到你的 放心了吧 好好去準備吧 哈哈哈 嗨 花公子 陰雲姑娘 我 事前 我就和爹講 你一定完成大事業 達成重大的承諾 重大的承諾 運氣姑娘 我 噓 別說 我都知道 你在五單三 數字與我交談 我早就已經了解你的意思了 有些人說你的壞話 說你與師父間的關係不甘不敬 我也找人調查過不是那個樣子的 而這一場決鬥 如果你輸的話 不救 不救 姑娘 千萬不可遭她生命之事 多謝花公子關心 也沒什麼 如果真的發生不幸 我會哭著棒鑄箱的 這位隱親姑娘 到底在玩什麼花樣 現在 你在決鬥中獲勝 又一局查出腰月 隱瞞二十年真相的秘密 花公子你現在 已經是天下皆知的明冷了 爹今天也過來 我 就等於開口了 是 運氣姑娘 我 花公子 果然少年英雄啊 人間龍鳳 這樣的攻擊鬼業 我哪裡能不答應了 過來叫我一聲吧 嗯 學能鬧著 另外 唉 不對不對 稱呼該改了 你應該叫我一聲爹 是你要怎麼稱呼應勤 那我就不管啊 那是你們小良口的事啊 哈哈哈哈 爹 太討厭了 這裡人這麼多 你們 你們幫我說句話 這樣啊 那我祝福公子 沒想到公子的品位這麼差 哼 這種臭男人 狂吹鐵心啊 對你一片痴心 唉 我有要事先走一步啦 大哥啊 這兄弟不能相助 沒想到你會找我這種女人 我看 也只有江一郎城對付了他 花公子 你的朋友們都很配狠呢 你還在等什麼 是啦 我該回遍 你們好好談談吧 哈哈哈 那個人 你不想走 我去你 你不想走